青云大哥听过我们说像什么 你们说什么 没事了 没事了 听到没说 我们这节目就是这样好 什么都能聊 说说电影的事 也说说生活当中的事 今天这两位不错 都是娱乐圈公认的家庭主夫 两位都有让人羡慕的家庭 一位太太是港姐 一位太太是小花 你看您不好意思 我们这还有孝子呢 那是有区别的 说明老穿得这么素敬 港姐和小花都是特别的漂亮 囊铁就是天津大港那里有姐姐 香港小姐 香港小姐 据传说有人跟我讲过 青云兄在家中趴太太 我们这边有一个名词叫气管言 是这样吗 也不是的 他已经挺好的 没什么脾气 据说您在家里面只负责两件工作 一个是吃饭 一个就是遛狗 是 很自豪啊 是 差不多是这样的 养的什么狗啊 是流浪狗 好有爱心啊 街上跑的流浪狗 把他捡回来 摔上绳子自己养 然后狗主人哭啊 谁把我的狗抢走了 养的什么小狗啊 养的什么狗啊 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狗 总是不是 是问总的那种 但是也不能拿出来去问 怕人本主看见 还是偷的 还是抢的 宝强挺有意思 宝强据传说是家中的男保姆 什么活都干 也不说什么活都干 反正是有活就干 哦 但我媳妇也干 大部分就是家务的事 媳妇做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我呢也不闲着 就是有什么大头卫生啊 或者什么的 干这 男士弄墙啊什么 这个东西也发生 差不多吧 是狗干 对啊 该能干的 要干 今天说说我跟你回老家 我帮你割麦子去啊 去吗 真的 好玩吧 应该是在六七月份就会 六七月份 小月咱去吗 特别好 我们家就有麦子 我带着宝强上 你们俩割麦子去吧 好好好 干农口还是挺好的 真的呀 哦